各位朋友 其實有一個腳踏車的 不管是腳踏車或是電腐 電腐腳踏車的一個LINE群組 不是我創的 不是我創的 但是我在裡面 我會把那個LINE群組的QR Code 放在這支影片的後面 如果是有朋友有興趣想加入 那就可以掃一下這個QR Code 然後加入這樣 目前大家在裡面就是專心跑單 也沒有說很熱鬧或是很常聊天 但是其實要是有些什麼 想要聊的丟丟上來 大家都還滿願意聊的 或者是跑單一些問題什麼的 大概是這樣子 想加入的就加入囉 各位朋友現在是4點45分 一樣我今天也是稍微晚一點出門 現在在天翔路的巷子裡頭 現在馬上就彎進天翔路 已經上線了 這樣 今天禮拜二 按照往常禮拜二的這個經驗 其實也沒有很多經驗 大概差不多兩三個禮拜的經驗 就禮拜二的單啊 沒有那麼多 大家要出來充一下燙 充一下燙 這樣所以禮拜二都會跑出來這樣 那現在禮拜二的這個 這個燙次可能不多 那我的態度是 一樣嘛 順順地跑 佛系地跑這樣子 好 那麼也就是說 沒有太多這個設定啊 沒有設定 沒有壓力 愉快地跑 那一樣齁 會就是 跑個4個小時 5個小時看看啦 當然沒有單 斷單了 當然就還是回家了 就不用再撐了 這樣 好啦 那我現在往老地方前進啊 各位朋友 剛剛到這個 新光齁 新光 南京新光這邊齁 沒有等一下 就切到了這個 頂泰豐的單 這樣子 那這個頂泰豐單 開市單嘛 所以就不管 它的金額到底是多少 那幸好呢 送的距離算近 呵呵呵 算只有40塊 頂泰豐40塊 還是接啦 開市嘛 好啦 我快到了快到了 好啦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 林森南路跟仁愛路交叉口這邊 我剛剛就是 送完一單了 這樣 呵呵 剛剛客戶打錯地址 喔 他打到仁愛路的二段 然後 還好他有及時跟我講 然後我趕快通知客服 因為 我接到那一單過來 非常非常的快啊 所以我就沿路 就一路送過來 然後就是 一路跟這個客服聯絡齁 這樣子 然後就 搞定了齁 然後來到現場 就跟客戶聊一下 看 怎麼樣更動地址這樣 喔啊 客戶還蠻客氣的 還不錯 那現在是六點 我目前只送了五趟 嘿嘿嘿 只有五趟 好啦 那我現在要 呃 到那個什麼 南洋街 上圈去晃一晃 看看那邊有沒有單 這樣子 哇 各位朋友 我剛經過看到這一台 這是 FONIX的 哇 這台車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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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它的輪胎是比較粗的 比較寬後板的 喔 它 中間那個 裡面應該是塞電池 所以它這應該 電池可以取出嗎 這樣子應該是不行 不然那麼長一支 它是要怎麼取出來 所以它應該是要連接的 就是 要拉一個延長線 就我住的地方 要拉一個延長線出來 前疊後疊 哇 很棒的車 好啦 我還是繼續騎我這台 吉安特EA602 嘿嘿嘿 這個 這台車子 老當益壯啊 2019年買到現在 當時買的那個電池 到現在都還可以撐 大概 十趟 差不多十趟 平均一趟 大概差不多三公里 這樣子 所以 還是老當益壯車 吉安特這個品牌 就是 我還蠻滿意的啦 下一台應該也是吉安特 呵呵呵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長春路跟 倩國北路的交叉口 那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地圖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 然後 這一塊是紅區 應該蠻多單吧 但是我現在殺過去 我會覺得 呵呵呵 會怕那個 現在6點44 那我目前跑了9趟 9趟而已 今天這個 今天沒什麼跌單 雖然說幾乎是無縫啊 但是其實都是一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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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這樣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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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說 既然沒有跌單的話 那麼單量進來的話 就會比較慢一點 可能晚一點會比較好吧 我也 我也不知道 那不管 反正我現在就是 在這邊 等等看 這樣子 因為 長春路這一段 這一段其實會有點尷尬 通常我在這一段都接不太到單 嘿嘿嘿 好啦 那我就等一下吧 各位朋友 才剛講完 我就接到一單 不過這單 是疊單 然後 加起來4.7公里 說中4.7 呵呵呵 我想說 反正單都來了 然後我今天又佛 又是佛系心態 我就沒有說 就把它鋸掉 沒有把它鋸掉 這單一百多塊錢 那我要去取餐了 在慶城街 各位朋友 我在全聯大安北斯分店這邊 先取了一餐 然後旁邊有一間 桂枝腐乳味 超香 超厲害 喔 在這個位置都還聞得到 肚子有點餓 不過我手上有單 我要先去送餐 好 各位朋友 我在復興南路 跟這個 和平動物交叉口這邊 我剛把手上那單全聯了 送到裡面去了 送掉了 那現在7點54分 差6分鐘8點 目前我只跑了13趟 跑13趟 反正就順順跑 那今天沒有完全的無縫 因為我中途 我還是有等個 等個三分鐘 兩三分鐘 然後單子才進來這樣 但原則上來說 其實也沒有 就是真的斷單斷太久 所以我還算覺得還OK啦 這樣 反正就順順的送 那今天其實比較吃虧 是在於說 比較沒什麼 這個夾單 沒有 比較沒什麼夾單的話 那麼單量就跑不太出來 大概是這樣 然後那個小燙獎 小燙獎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 我沒有拿完 沒有拿完就算了 反正那個就非常靠原份 因為那個是跟燙汁有關係 燙汁不夠就拿不到 這樣子 我在這邊 我打算在這邊等個五分鐘看看 因為這旁邊有 有很多小吃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叫這樣子 那我先在那邊等等看 那五分鐘要是沒有的話 我就往前走走到十大夜市去 這樣子 我往十大夜市去闖闖看 不過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往101走 這樣就是兩個不同的選擇 那我 反正我先等五分鐘看看 五分鐘過後再做決定 肚子有點餓喔 反正單還沒進來 我現在在單身公園旁邊 單還沒進嘛 就買兩個芋頭餅吃 本來去買滷味的喔 剛剛那個滷味超香 那個龜師傅 但是人排隊 超多人在等 放棄 那就買餅吃就好啦 我現在先在那邊吃一下 待會再往那個十大夜市走 好 各位朋友 現在八點十六分接到一單大單 哇 這要兩位司機去收餐 加樂福超市 四圍店 好啦 那我要過去收餐啦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龍泉街 也就是十大夜市的口 那我剛剛呢 又完成兩單 所以我目前跑了十五趟 現在是八點四九分 八點四九分 好 那麼 我就一樣齁 我會在四大夜市這邊等到九點 那沒有單的話 我就慢慢騎回老地方 這樣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杭州南路這邊 這杭州南路嗎 嘿嘿嘿 別人搞不清楚 不是啦 什麼福州街啊 啊 現在是九點齁 我其實沒有等到九點 我就離開 八點五十五就離開四大夜市 因為我覺得齁 應該那邊我不會接到單啦 那我就 我就不掙扎了 我現在就趕快往老地方前進齁 看看老地方那邊有沒有單 不過我看地圖齁 是萬華那邊有 萬華那邊是紅區 萬華那邊是紅區 所以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看看我 我是打算就是把 要往老地方走還是往萬華走 交給紅綠燈 嘿嘿嘿 那待會我就是 騎到那個 柏愛路 不是啦 愛國東西路的時候 要是紅燈 我就左轉 左轉直接往萬華走 要是綠燈我就直走 因為直走 羅斯福路直走就中山南路 中山南路 就往老地方前進了 所以我決定把 我這個 要往哪邊去 去跑 交給紅綠燈 就這樣子 嘿嘿嘿 好啦各位 我剛到成都路這邊 西門町這邊 然後我突然想到 反正都9點多了 然後都已經斷單好一段時間了齁 呃 斷單了將近 看一下 現在9點13分嘛 那差不多 我快半個小時喔 所以 索性就回家了啦 就不用撐了 所以我要下線囉 好 那今天呢 跑了15趟 然後只有拿到800多塊錢 因為禮拜二嘛 禮拜二就算啦 平常心 平常心 這樣子 佛系佛系 這樣子佛系跑法 那 這一次我的這個行程 是總共有分 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60趟 60趟 嘿嘿嘿 不知道這禮拜能不能完成咧 不曉得 哦 因為我現在就是要是 呃 這個 跑的時間都拉長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咧 反正就拼拼看咯 好啦明天繼續 南機場夜市 南機場夜市喔 我剛從西門町飆過來 因為我老婆想吃這裡 南機場夜市裡面的一攤炸物 我老婆說非常非常好吃那一攤 所以她想吃呢 我就 飆過來幫她買啦 這樣子 我希望今天有開 嘿嘿嘿 我很擔心她今天沒開 哦 不過 蠻多夥伴在這邊串來串去的 說不定下次我可以到這邊看看 這邊搞不好會有單喔 在哪裡咧 希望她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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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在這邊 好家歐茶 這間這間這間 到了